大家好,这里是房车美食日记,我是花爪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成都车展 在这次车展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硬派越野 而且还有很多大家伙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是那种不动的吧 动啊,怎么会不动 不动怎么越野 这在路上这么大 它没有超过7米 就是可以上牌的那种 而且之前我们在天津县房车露营地里 不是还看到一个亭在那吗 就是这样的呀 这不是跟开坦克一样 去看看吧 这男生用的,你看锅台都这么高 怎么炒啊 阿喵总来比划一下 这个看价格应该不便宜呢 感觉 29万8 比兴州的便宜 哇,天哪 好滑 配色非常性冷淡 很男性化的配色 四喜觉得怎么样 四喜觉得我想下去 不是我们家 像在这里 马桶和卫生间还是卫浴分离的 天干湿分离,好奢侈啊 你要买脱卦你也能做到干湿分离 但你看没有烘干 那应该是要放烘干机之类的吧 洗衣机什么的,改装位吧 嗯 30万 连洗衣机都没有 我觉得还是 好吧 女生的思维和男生不一样 我觉得可以了 它这个外形也是那种男生会喜欢的比较炫酷的分离 这个是它的另外一款 这款的设计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就跟看不同的户型一样 这个是有四个床的 高低床 可以睡四个人的 然后这有个超大的洗衣机 它上面还写了个mini 怕不是在骗我 我觉得这款更实用了 这个带爸妈出去的话 爸妈睡这边 咱俩睡这边 完全可以 然后我想看看胃室先 嗯 拿吧 就是鲑鱼没有干尸分离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点的东西 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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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气哦 哇 钱直了 你看这个 哦 这是变形金刚用的那种模特吧 这是变形金刚变的那种 这是变形金刚变的那种 这是变形金刚变的那种模特吧 哈哈 这也是越野房车 这种应该蛮贵的 你看人家就叫黑金刚 多吗 走吧 我觉得这是有钱的大叔喜欢的类型 而且里面的装潢有点老气 就是有钱的大叔喜欢的风格呀 你看果然有有钱的大叔在里面抽烟 哇塞塞 这是个大家伙呀 这是我觉得不好看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你想开个卡车在路上拖拉风 天哪 好高啊 感觉像一个钢铁型男 多高呀 306 多重 10吨 10吨 它是动力是什么 6.8T 柴油 柴油 6.8T柴油 对 可以到280米 它长有多长 长跟C型房子一样 那这是B罩开还是C罩 C罩就可以看 它那么高也是可以C罩吗 对 它只比高40公分 没有高态度 然后头上是有个床是吧 尾部还有一个床 尾部是双床 尾部是一个上下部 然后中间是一个L型双方 138万起 起的话这些配置是怎么怎么 里面配置基本上不变 嗯 就是底盘配置 哦 它现在不是后驱的吗 但是它现在是柏5的 柏6的 嗯 后驱的是148 148 嗯 四驱的话就是188 ok好 知道了 谢谢 这个家伙是真大呀 你觉得像不像开一个装甲车 在路上走 这比运钞车牛逼多了 这上面是放行李的吗 没有是放备胎的 哇塞 从副驾可以爬上去 哦 比起进口的那种底盘来说 它还是比较便宜了 因为进口那些可能要400万到800万 那边有好多 我们一会去看看 这个要是涂层粉红色的话 就是一个金刚芭比 这款我好像见过 是成都出的一个叫南极星还是北极星的小越野拖挂 而且很便宜 10万块钱之内 我觉得这个也是男生开的 越野拖挂一般都是面向男生的好吧 对 他车身不高 应该可以下地库哈 然后 这多少钱呢 8万9起 8万9起 可以看看 哇 哎呦 这个洗澡的时候身体看不到 但是头可以看到 可以和外面的人说话 你可以一边洗澡 一边和外面人聊天 对啊 这是个啥 空调吗 哎这个我觉得真的挺实用的 就是家里钱没有那么多的 但是又想出去浪的 对 而且你看吧 他这里有一个大床 双人床 双人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可以拼的床 就是然后也能解决洗澡和卫生间的问题 就是做饭 做饭是在户外 我们去看一下 玩耍一耍 每年耍的时间不多就可以搞这个 哈哈 喵总撞头了 哎呦 我也撞了 这是个户外厨房 这又不是让你一直一直那个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每年出去玩一下 防风灶 哎小哥 问一下 买你们这房车一般是什么样的人 一般是越野人 男生 男生多 女生也有 有吗 有 女生每次有个三十多岁的女生 自己开个图了 顶配多少钱 顶配的话 十八万两年七 这个也是相当帅气的 越野 越野拖挂 这是升顶的吗 升顶的吗 升顶 升顶之后有多高啊 应该有三米 方向的头 现在呢 现在有两米 可以进地库的 这个是升顶房车都有的 这种卫生间是升顶的 然后床 对坐的一个卡座 这边还有一个座位 然后上面有一些储物空间 这个升顶房车储物空间还蛮多的 没有人吗 然后看看这一块 这个是床和沙发接在一起的 或者是拼成一个大板床 这个设计还有点独特 我第一次见 这拼好之后可以躺多少人了 这是个炕 这是一个水槽吧 估计 水槽带了一个单头罩 四鞋 它挺大的 但是这个马桶 为什么是便携式的呢 这从上面拎下去就不方便了 然后再问一下 老板这款多少钱 只要十万吗 我觉得很可以 而且设计的很小清新 是的 就是储物空间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感觉比较适合单身狗 它这些下面都可以储物的 不知道 有一个放储具的 我觉得这下面应该都设计成储物的 要不然没有 要是我设计就这样设计 这里有六台 但是好像是不让上去参观的 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一下 哇 这拦着连近都不让近哦 主要是看 我们看起来就不想 不想能买 好的吧 您好 可以问一下这个多少钱吗 这个三百六 这个三百六 旁边那两台呢 那个是675 这个他那个490 490 我们上次在那个地方看到这个 拍摄的不接待 好拽啊 走啊 感觉到了叉叉与狗不得入内的羞辱感 嗯 好了 那我们看过了高中低以及自媒体不接贷款 硬汉房车 那这次展会上所有的硬汉房车呢 几乎都在这里了 就这样吧 我们等会看看别的 对